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是梁老師,和你們聲音導航中國歷史 我們在課程中有一個課題叫選擇主題 看到嗎? 有形容過嗎?選擇主題 我們學校選擇了這個主題 先找一支筆 原裝西行與中華、中印文化交流 即是與中國和印度的交流 原裝是誰呢? 原裝是唐三藏 即是西游記就知道了 就是這個主題 西游記的故事是基於原裝這次的西行寫成的 所以如果你讀西游記 如果你知道原裝的事跡 其實是有幫助的 現在事不宜遲 先找到相關頁數 然後你會問 唐代婦女生活面貌是否不說 是不說的 因為教育局的開定中 就是甲月丙事大選一個 我們選了月那個 正如之前我們選了氏族 沒有選到石窟的情況一樣 首先我們先看看原裝西行 大家可以打開這本書 看看有多少頁 238頁 我們打開課文 課文有關原裝西行 當時曾仁就是曾仁 原裝 西行天竹求取佛經 大家也應該知道佛教是來自印度的 所以原裝作為一個佛教徒 他很想知道原本的佛經是怎樣 原本的佛經是怎樣 所以故意去西方面尋找 當然其實他也想引證中國那邊的佛學 是否最真實 沒有解錯事情 首先背景 背景 就是漢易佛經的背景 當時佛教在漢朝的時候 已經傳入中國的南洋 亦有外國的曾仁來到中國 翻譯了佛經 例如最有名的就是 安世高和溝摩羅十 令到中國佛教開始發展 不過翻譯始終是困難的 而且翻譯的水準 往往每個都不同 所以限制了對佛學的理解 於是情況下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我用過第二支筆 等一等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有些曾仁譬如朱士行發顯和致嚴 都是想去印度找回最原本的佛經 找回最原本的佛經是怎樣 即是原文 所以去西域 其中我提一提發顯 發顯其實他很厲害 梁老師自愧不及 因為六十歲高齡 由長安首都出發 當時不是首都 當時魏晉南北朝 即是東盡 由長安出發 經西域到印度 哇 很辛苦 對 但他六十歲都做到這個旅程 那原裝的情況 我們看看旁邊 西行的緣起 即是為何要西行呢 話說佛教傳入之後 有很多派別 當然 大家對傳入佛教的理解也不同 所以出現了很多派別 有些內容甚至差異很大 究竟哪些對哪些錯呢 所以原裝想 之前也有人去找佛學的原文 原文經典 於是他又去了 想了解原本的佛法是怎樣 了解原本的佛法是怎樣 好 好 接著是出發 唐昌的時候 由於當時唐朝和特訣有一個緊張的關係 所以朝廷不准百姓出國 當時原裝下定決心 最後結果 都是在長安出發了 偷偷出境 怎樣偷偷出境呢 原來他混在難民一起出去 當自己是難民之一 接著就離開了長安 即是離開了玉門關 即是離開了中國的境內 去到西域 穿過西域之後 接著就去到印度 當時去西域的過程是怎樣 很辛苦的 他穿過酷熱的沙漠 如果大家看西游的話 都應該聽過火焰山 火焰山其實只是沙漠的意思 當然了 小說就會描繪成一個特別的山下 噴火的山下 其實是沙漠的意思 好了 經過了幾個西域的過程 譬如伊吳、高昌、阿其妮等等 這些國家有很多難記 越過了 穿越了天山和沖嶺兩個大山 繼續去到現今 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 接著去到北印度 北印度已經差不多到佛教的發源地 沿途不懂印度文 沿途學習 因為西域也很流行的繁民 也一直進修他的知識 最後去到摩蠍陀國的那蘭陀治 這個那蘭陀治是當時最有名的佛教聖地 好了 畫面一條 到求法的過程 由於元宗來自中國 唐朝在西域也很有名 天竺 即是印度那邊 都聽聞唐朝 知道唐朝 原裝這麼有名的曾人 來到那蘭陀治的時候 就受到禮遇了 你是很遙遠的唐朝 唐治也很強盛 於是招呼他 當時那蘭陀治有一個主持兼明爭 即是那蘭陀治的主持 和一個很出名的曾人 就叫戒賢大師 戒賢 他就是 既然是一個來自唐朝的嘉賓 於是親自 就向元宗傳授佛學的道理 元宗學得很快 因為你看看他 這個繁民學得很快 都知道他有利害 他就學習了多部佛經 精通佛理 最後呢 在那蘭陀治之中 被封為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 原因就是佛經裡面 有經、律、論、三類 就叫做三藏 三種類別 都精通 就叫做三藏法師 接著他就繼續去其他地方 去各地遊歷和學習 都包括了去世間 涉及茅根茂尼 就是佛陀在世 即是佛陀在世 即是在世間 他就是營在世間 是傳教的地方 例如錄院那些地方 後來回到那蘭陀治 就在戒賢特斯提議 提議 向其它曾人講學 向印度那邊的曾人講學 令到說得英威遠伯 當時的話他很好聽 甚至跟曾仁辯論佛教的道理,那些曾仁完全無法辯駁 簡單來說,說得非常有道理,無法辯駁 所以袁莊是很厲害的 袁莊學得學夠了 他的目的是什麼? 帶回佛教的經典和真正道理回到中國 所以袁莊帶同很多佛教經典和佛像,啟程回國 兩年之後就回到長安 這就很不同了 他離開的時候基本上是偷渡的 躲在難民一起走,因為政府不讓他出境 但現在他已經在印度出名了 於是唐太宗特意派一些官員去迎接他 所以就差很遠了 不單止迎接他,而是讓他在長安和洛陽上翻譯佛經 最後結果,袁莊在公園664年就死了 現在的螢光幕上是地圖你書有的 其實都是來自你的書 袁莊就由長安出發了 然後呢 首先是藍色線 經過了沙漠地帶 這一堆是沙漠 又經過沿邊的國家 這些是沙漠裏面的綠洲國家 包括伊吾、高春等等 經過了天山 然後到岁葉城 然後就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到曲女城之後 然後呢 先到這裏 去到摩蝦陀寺 即是戒然大師的指 然後就周遊印度一周 然後再回到摩蝦陀寺 然後再回到摩蝦陀寺 講學完之後 然後用另一隻筆 回到中國路 在紅色線 然後呢 這次選擇經過沖嶺之後 去南邊那條路 淤田這個國家 然後去到敦王 敦王就是河西四郡的其中一個大城市 然後再回到長岸 這就是元莊的 來回中國與印度的路線 根據你本書 這個漫畫 就是曲女城大辯論 剛才不是說過 跟印度僧人 辯論佛教的道理 元莊是很厲害的 你見到 會上不斷有人提出挑戰 但也沒有辦法博到元莊 印度真是不愧為傳說中的三藏法師 所以 元莊就在印度出名了 好 接著我們看看 這個西行 即是元莊的西行 對中印文化交流的作用 即是中國 又學了印度一些東西 印度也學了中國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文化交流 最主要就是 中國學了印度的東西 因為元莊是去印度學東西 當然 印度在元莊的經歷裡面 譬如曲女城大會裡面 都會學到中國那邊的觀點 好了 繼續說 元莊在印度的時候 就跟從一些名師學習 回到中國之後 就創立了法商中 即是一個佛教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中派 那這本書就說 成為了當時中國其中一個主要的佛教中派 好了 第二件事 元莊就是翻譯了很多本書 翻譯了很多 元莊翻譯了超過70部繁文的經典 他的翻譯和以前是很不同 因為準確很多 以準確的語言和意思 有時用音譯有時用意譯 就是翻譯佛教的知識 好了 元莊也是佛經由中文 翻譯回頭 就繁文 令到當時印度已經不見了一本書 再次再次擁有 印度已經失傳了大乘喜信論 這本書 再次能夠流傳 在印度已經失傳了 反而除了中國之後 中國現在元莊翻譯回去 於是印度就可以得到 拿回一本書 其實就是 元莊吸收了印度的東西 來到中國 建立了法商中 帶了繁文的經典 把中國有東西拿到印度 包括了大乘喜信論 當然了 你會問大乘喜信論 是源自印度的佛教 其實就是經過了印度爭人的傳釋之後 其實意義會再加深一些 即是加了中國爭人的想法思想 這個就是講法商中的傳揚 法商中的最後結果 不是太多人學習 後來中國的流行是禪宗 禪宗的東西 我想高班有機會才講 第二部分就是地理方面 原廠的弟子 寫了一本書叫《大唐西域記》 這本書就是記載了原廠西行所見到的東西 所以說西行沿途國家的風土人情 天文、歷法、醫藥、陰韻 這些全部的知識都記載得詳盡而準確 所以當時是對了解西域裏面的知識 即是各方面的知識 其實這本書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古代印度的歷史其實是很少的 很有缺失的 而《大唐西域記》補充了其中的空白 所以對古代印度史研究是非常有重要的貢獻 然後我要多說一些為什麼古代印度的佛經 又自己不見了 然後歷史又沒有 其實原因是跟古代印度的書寫工具的關係 因為他們當時流行寫一些大的葉的上面 葉啊 樹葉 於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樹葉會腐爛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放在一些地方裡面 如果印度本身的天氣比較濕 其實那些佛經 放了久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全部都碎了 你會跟同學有疑問 就是《梁老師你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講佛教的老師 即是佛教士的老師 他就說 我們就問那個老師 為什麼知道那個時候 他寫在樹葉上的 原因就是部分這些樹葉寫在樹葉上的佛經 是傳到西域的高山 後來因為高山乾燥 所以保存了 所以市學家才知道 原來很多時候他們這樣寫 這樣寫就糟了 因為印度潮濕 那些樹葉就放不久了 那些樹葉有個名稱 不過我不記得什麼名稱 好了 繼續下去 下一節 這個就是和西域的關係 這個我不常常說 接著就是學術 當時印度 法律是用邏輯學 他當時有特別的名稱叫 因明學 即是邏輯 邏輯就是數學的思維方法 原裝也是很熟悉邏輯學的 傳到中國 令中國有一個邏輯發展 另外一方面 原裝也是把道德經 即是老子的道德經 翻譯成繁文 把中國道家的學術 傳到印度 那為什麼傳到道德經 原因就是 佛教在漢朝來到中國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 佛教和道家師組混在一起 然後當時也出演道教 都是源自道家師組 所以其實兩者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 於是 原裝就回來讓他參考一下 好了 藝術方面 原裝帶回了很多佛像回國 這些是佛教藝術 中國畫師和工像 也受到佛教美學的影響 他的技巧影響 於是令到他的創作有新的元素 然後 原裝也有印度 介紹了唐朝著名的軍樂 叫秦皇破陣樂 令到印度也認識中國的音樂 好了 關於原裝和中印文化交流 這個章字就講完了 大家可以看了這個影片 然後就可以學習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